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同样是唐庄 把谭松运杨子和樱桃放一起看 女星审美差距就出来了 在以胖卫美的唐朝 女子的地位变得尤为重要 不仅可以参政 还可以自己做老板开店 由此我国也迎来了历史中最为高光的大唐盛世 如今辉煌的唐朝也成为了古装剧拍摄的必选朝代 而对于唐朝女子的妆容 导演们也是费尽心思 那么以下这几位女星 谁是你心中的唐韵美人呢 一、杨子国色芳华 杨子作为近年来的实力派女演员 她的暴剧可谓是一步接一步 从当初大爆的香蜜 再到小田剧亲爱的热爱的 再到如今万众期待的长相思 每一步都是她演技备受认可的证明 而她和李线 在一刀完亲爱的热爱的之后 也被网友喊话期待他们再度合体 所以在国色芳华官宣了两人担任男女主之后 网络上也是沸腾生一片 在该剧的路透图中 杨子身着淡雅的唐装 梳着精致的唐朝装发 与李线完首的画面 也让观众弄回当年的童年夫妇 之前的杨子 因为接连出演了多部仙侠女主 而被不少网友吐槽一直沉浸在 舒适区无法自拔 那么 这部国色芳华绝对是她的转型之作 与以往的素衣长发妆造不同 这部剧的唐妆也让姊妹的颜值更加精致 圆润的脸蛋 也让她极富唐朝女子的风鱼之美 从官威的介绍来看 这部剧的主旨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 讲述了杨子饰演的何维芳的创业故事 身为商骨之女 何维芳对商海有着个人独到的见解 从充满利益的婚姻中逃脱之后 凭借自己在牡丹培育方面的能力 一步一步走上了经商之道 作为一部励志剧 想必国色芳华又预定了未来的报剧榜单 而杨子作为自带流量的实力派艺人 她身上的价值自然是有目共睹的 2.谭松韻属锦人家 谭松韻作为圈中的甜美担当 谁能看出来她已经33岁了呢 年龄对女演员来说 虽然是个无法忽略的门槛 但对于她这种天生娃娃脸的人来说 年龄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毕竟她能在30岁的年纪演出18岁少女的清纯甜美 所以说她在观众心中的影响力还是举足轻重的 而她的带播剧属锦人家 也成了网友备受期待的一部剧 作为唐朝背景之下的一部剧 这部剧则是满满的圣唐风采 娃娃脸的谭松韻 在扮演起唐朝女子之后 衬托得她更加甜美可爱 剧中各式各样的唐妆 也让观众赏心悦目 柔和的五官 极具亲 而赵修元作为她的竹马 两人自幼时相识 长大后更是彼此产生了好感 但在赵家的压迫之下 竹马只能被迫迎娶了 与其门当互对的牛五娘 随后 女主在外出途中 意外偶遇了她命中注定的杨靖兰 两人也从一开始的互相不对付 逐渐心意相通 后来 敌国为了窃取季家的独家配方 用季谋谋害了季家 危难之际 季母将秘方授予了季英英 而她也和杨靖兰在各种危难之中 更加坚定了彼此 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公益的一部剧 想必能够引来不少同行业人士的共鸣 三 樱桃杨贵妃秘史 樱桃的杨玉环 尽显唐朝美人的风与美 与那些白又瘦不同的事 脸如银盘的樱桃 符合了更多人的审美 2010年的杨贵妃秘史 将朱元玉润的樱桃戴上了新的巅峰 精致的五官 配上脸颊上的那对小酒窝 将少女时期的玉环权势得十分甜美 历史上的杨贵妃 其实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因为太过貌美 她先与兽王李茂成婚 后又被自己的公公唐玄宗看上 并使计谋将其遣出宫外 成为了一位女道士 时隔五年 唐玄宗借机将杨玉环接到宫内 封为了贵妃 虽然此举有些不合时宜 但对九五之尊的皇帝来说 想要娶一个女子还不是见义士 在成为了妃子之后 杨玉环和皇帝的感情也日渐亲后 一起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事立之来 也满是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 樱桃的这个版本 既有少女时的娇羞 也有贵妃时的端庄 夸张华丽的发誓在她的身上 也极为契合 风情万种的气质 也让她成为了最美杨玉环 举手头足尖的妩媚气质 将荧幕外的不少观众也迷得神魂颠倒 仰头品酒的这一幕镜头 堪称本剧最佳 极具魅惑力的身姿 吹破可谈的肌肤 无不彰显着她的魅谷天成 四 热衣扎长安十二时辰 热衣扎 作为异域明星 她的五官极为精致 深邃的眉眼 也尽显神秘之感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 热衣扎饰演了谭琪一角 虽然是个戏份不算很多的女主 但举足轻重的身份 让她成为了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书中的谭琪 是个高鼻深目的女人 而热衣扎正符合书中的这一描写 剧中 她为了营救雷佳音饰演的张小静 换上了明艳大气的唐妆 独特的并编红妆容 极具唐朝之美 对于谭琪来说 这样的装扮是她很少体验的 不得不说 任何女子在装扮上唐朝风格的服饰造型之后 都会有种莫名的吸引力 在这之前 热衣扎的束发装扮英气十足 眉眼间满是忠心耿耿的坚韧感 但在扮上唐妆之后 她也多了几分女子的柔情 而她和张小静之间的互动 也有些男女暧昧之情 故事的最终 她没能和张小静相望于江湖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着心中的长安 长安的太阳真美 或许张小静对她来说 也是那十二个时辰中的温暖太阳 其实 在拍这部剧的时候 热衣扎已经患上了 重度抑郁症 要强的她 害怕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 也害怕让导演失望 因此 她的体重爆瘦至85斤 而她在拍这部戏的前一年 就停下了手里的所有工作 专心为这部戏做准备 单是起码就练了半年 但最终的结果 在所有人意料之中 热衣扎的确将谈其这一角色 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五 景田大唐荣耀 素有人间富贵花之称的景田 凭借斯藤逆转了悲伤蛙的口碑 一举成为了气质型美女 而她悲伤蛙的由来 便是因大唐荣耀所起 那时的景田 在接连拍了多部女主戏《淡不火》时 接下了这部剧 剧中她和任嘉伦的生离死别 成为了网友心中的一男评 故事同样发生在唐朝 但不同的是 这部剧的背景则是唐朝 逐渐走向落败时的故事 名门出身的沈珍珠 是坊间有名的才女 后成为了广平王的妃子 但两人在安史之乱中不幸走散 后来 李处在平定之后 在民间找到了流落多时的沈珍珠 两人也在经历了生离死别之后 更加珍惜对方 整部剧下来 景田的哭泣就多达220场 因此 她的眼睛一直是红肿着的 而她的双眼皮 也因频繁的哭泣 成为了悲伤蛙 不过 忽略她的眼睛 整部剧的妆容十分精致 大婚之日的红衣装扮 明艳动人 满寒秋水的双眸 似乎在诉说着内心的苦闷 以及对东郎的情感 不同时期的装扮 也代表了珍珠的心路历程 从单纯无忧的少女到 愁眉不展的沈皇后 每一个阶段 都有着独属于那个年龄段的美 结语 唐朝作为史上最为繁华的一个时期 其中的美景 美人数不胜数 就连装造也别出一格 而她们奉行的风雨之美 也令如今的人们十分欣喜 那么 哪位女星的唐装最令你心动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